每日确诊数字是决定国家复苏蓝图退场进程的其中一项关键指标 通讯及多媒体部长拿多斯里塞夫丁阿多拉今天保证 自从新冠肺炎爆发以来 所有公布的数据绝对真确没有造假 塞夫丁在线上记者会指出 国民政府向来秉持透明原则 绝不隐瞒疫情的实际情况 因此每日确诊等疫情数据没有捏造成分 另外塞夫丁也强调 国家复苏蓝图并不是在仓促之间制造出来的计划 而是一份根据科学和数据终详规划的策略 政府采取的科学抗疫及全面封锁 也成功避免每日确诊数字 在本月中旬飙破15000关口 防止我国医疗体系瘫痪